菲律比书第二章一到八节 我们起立来读 菲律比书第二章一到八节 好 我们一起来读这八节 请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 爱心有什么安慰 圣灵有什么交通 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意念 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只要存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好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甘心成为人的样式 替我们受死 使我们今天有着得救的生命 我们可以在你宝座面前敬拜你 我们可以在耶稣的生命当中 来荣耀你 谢谢主 愿你恩待我们 打开我们的耳朵 更多明白你的话语 好叫我们可以保守 在身体里合而为一的心 谢谢主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好 请坐 有两个很饥饿的人 他们得到个恩赐 一个人得到一个鱼竿 一个人得到一笼活生生的鱼 结果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他是说 那我要鱼 我要一笼鱼 另外一个人说 那我拿鱼竿好了 那我拿鱼竿 分道扬镳 得到鱼的那个 吃完之后不久就死了 拿到鱼竿的 还没有找到海 他也饿死了 那另外呢 这个另外有两个人 他同样拿到这两样 就鱼竿跟一笼鱼 活生生的鱼 就他们决定了一起走 一边煮鱼 一边去找海 后来呢 终于到了海边 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因为他们可以一直 不断的钓到鱼 你听懂我意思吗 所以当然有人说 这象征着好像理想跟现实 要合在一起 当然我想这也代表了 两个人当他们合在 能够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力量怎么样 是越发的大 那我们常在讲说 要建立荣耀的教会 有没有听过 建立荣耀的教会 但是什么是荣耀 荣耀的教会 是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教会 就是荣耀的教会 不一定 树大就是美 但是不一定 这就是代表荣耀 在以弗所书三章21节提到说 但愿他在教会中 并在基督耶稣里 得着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 对不对 所以呢 在以弗所书 讲到教会的荣耀 特别如果你去看 他会提到说 圣徒之间他们怎么合一 他们怎么样用恩赐 用生命配搭在一起 建立的身体 那就是非常荣耀 所以我观察 荣耀的很重要一个要素 其实就是 在这个团里中 能够合而为一 其实就彰显出 上帝那个荣耀的特质 那今天是讲求团队的时代 如果你跟人合不来 那团队就很难成功 我们看 最完美的团队侍奉 就是父子圣灵 有没有 有没有发现 三一神是不是这么 互相尊荣 互相的顺服 所以呢 在那个当中我们看到 三一神就是一个团队配搭 摩西建造会幕 是不是团队 也有 索隆门建造圣殿 是不是团队的配搭 也是有 两个两个出去 新约 拆派门 两个两个也都是团队 所以我们特别要强调 这个团队的重要 那在服事中最大的难处就是说 莫过于我们一起同工 比较亲密的人 那发生冲突 是非常的为难 那无论我们圣经知识多么丰富 或是说受苦的心智很强很强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跟别人同工 我们的个性 我们的性格上有难处 其实很多时候是会有很大的亏损 其实我们看婚姻跟兄弟之间也是这样 婚姻现在男跟女各有不同的组件 所以那个婚礼中要 那个四月要能够坚持下去 其实很大的挑战 更不要讲说现在的社会 连是不是要一男一女都不一定 都有很大的组件 就是说那更何况 真的那个婚姻要能够走得长长久久 要合一真的是很困难 那我们今天要从菲利比书的二章 这里来看到团队的合一的几个关键 好 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谦卑尊荣他人的心胸 我们来读 再来读三号四节好不好 三四节再来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只要存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那这里有提到几点 就是 第一个我特别想提到说 思想同工 这个美好的特质 跟动机 一般我们知道 我们特别走在一起 比较亲密的同工 我们就像牙齿 跟嘴唇容易咬到 有时候你的话 可能会伤了我 有时候 如果是我们一直陷在 那个受伤的感觉里面 很可能会走不出来 甚至还会有苦毒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自己的操练是这样 圣灵提醒我 在这个时候 我把焦点放在 对方美好的特质 就是他生命中有一些 就是说 蛮好的特质 他的优点 还有他的动机 其实他的动机是好的 所以不要一直把 我们人的脑袋 都会有个叫做思想的焦点 你也可以把它摆在 一直摆在说 我受伤了 我感觉很不好 你也可以把这个焦点 把它移到别的地方去 这是可以操练的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上帝就把爱放在我的里面 我们参加文山区的联导会 牧者之间 其实我们是轮流 轮流来服事 那是一种很自发性的 一个连结 主动自发性的连结 那曾经有一年 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其实每一个负责的同工 做事的方法跟习惯 都会很不一样 曾经有一年 有一个主席 他开会的时候 都是前一天晚上 可能简讯才来 代表就是 这次一直有说明天要开 那我都感觉太急了 那有时候是在会议当中 可能他讲一 二 三 四 五 五个议题解释完之后 他说那我们下一次再来讨论 我们先进行别的事情 我就想说 那不是题目都已经讲完了 却把它 可能是不同的习惯 那他开始做别的事情 那有时候我在这个当中的时候 我就会 会有一点 觉得行政效率 怎么会有一点沮丧 或者说愤怒 这样回来的路上 回到家的路上 可是就在这时候 好几次 圣灵就光照我说 你想想看 大家现在都推着不想做 就是都不想要服务 那他呢 这个资源 能力资源 各方面资源 这么缺乏的情况下 他还愿意主动承担这个工作 而且非常忠心的 不论是人多人少 他都坚持得很早来 这个整理的会场 而且呢 他每一次就是 让大家在彼此关怀当中 还有第二个 一定是带大家 有比较常的 用祷告来服侍神 这样的一些 一个推动的方向 我越想越喜了 你知道吗 我越想到他很多 很多很多 非常这个 美好的特质 我就 我就没有一直在 放在那个方面去 我发现这样的操练 在我有时候跟佩颖 也是这样 夫妻也是这样 因为一定也会有 冲突或是意见不同的时候 那就比较大声 那有几次 我就开始操练 比较下来的时候 我就对他讲 刚才 佩颖 其实刚才有些 这个是属于防卫的 比较冲动 但是我想告诉你 谢谢你 其实你讲的 刚才那些事 那些建议 对我 其实我觉得都是很有帮助 因为我实在需要 从不同的角度 给我一些互补 我会有盲点 所以我就跟他这样讲 我说你辛苦了 我觉得我讲完之后 他通常也会有很好的 就跟我一样 有一些比较 很好的回应 可是我不是 在那个时刻 就马上可以讲出这样 稍微再过 可能三五 五分钟 或是可能十分钟 我比较觉得 的时候 我就试着去肯定 或思想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方有很多美好 可以纪念的那个部分 感谢主 那这就是 神赐给我们眼光 个人要看别人比什么 自己强 当这样的时候 我们可以学习 合一走在一起 那另外呢 合一的团队 很大的一个拦阻就是 本位主义 什么叫本位主义 就是这是我的事工 这是我的同工 这是我的服事 这是我的工作 这很多 虽然同一个家庭 却是兄弟登山 各自努力 所以上周 白家林牧师 我记得他呼召我们 要成为什么 大国大名 我觉得那个 蛮喜乐 很胸襟 不要小鼻子小眼睛 他呼召我们成为 我们是成为大国大名 坦白这样 我真的发现一件事情 通常 你在团队中 你看到团队的问题 或是 别人生命 一些问题 其实是上帝 特别给你这个恩赐 你同意我的话吗 通常你会觉得很受不了 你会看到一些 别人身上的问题 或是团队的缺点的时候 一般都是 因为上帝特别给你这个恩赐 你才看得到 其实 重点是 你现在是要用 分别三个数 就是 那我要来批评 我要来攻击 这个东西 还是 在生命术里面就是 看见我的责任 其实我现在看得到 一定是我特别 对这个东西有 有感觉 我 我其实有恩赐 是上帝特别给我的那一份 如果讲 大家在一个身体里面 应该让我来承担 我来负责 我来在这方面 多一点贡献给我的团体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你听懂的意思 那我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有上帝的眼光 在佩搭当中 当你越多这样思想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可以这样子的来付出 在顾别人的事 在这个当中 那我记得有一年 在那个类似全教会交友 因为以前 我们比较多会去 办部大会的时候 是要到外面租场地 以前张兴活动中心 或是万龙万兴 都有租场地 那我记得有一年 我负责这个 那个是搬运 这个器材质方面的整理 那时候我发现 有一台投影机 那时候不叫单枪 那是用灯泡 你知道 那个时候是用灯泡 要打投影片上去 到墙壁的那种 结果那个投影机 卡榫坏了 所以它卡不住 那灯泡就没有办法 把这个打到正确的位置 反正那个时候 机械出了一些状况 可是那时候我想 要是真的这一台 那时候没有发挥作用 那明天部大会 不就在一些使用上 会开天窗 我想也不行 还是要看看怎么处理 结果有一个弟兄 其实他是负责 儿童的 儿童的戏剧这一方面 他经过的时候 他就问我说 自强怎么样 你在忙什么 我就跟他讲说 这一台机器坏掉 你知道他非常的热心 他就回家去拿工具组 然后跑过来 然后一起打开来 那修的时候一边聊天 跟我聊天 那一边我们一起做 那弄到了大概十一点多 然后就把这个事情解决 我心非常感动 因为我觉得 这是我负责那一块 我好像有一个机器出状况 可是你知道 这一件事我一直到现在 我非常的感动 因为那个弟兄 他的工作是完成的 他完成了 他的儿童戏剧其实完成了 他只是因为经过的时候 他看到这个部分 他愿意一起承担 那求神把这样的一个 顾弟兄爱 这样的一个爱 放在我们当中 其实我是非常欣赏今年 我自己看到在我们教会当中 正是这样 在我们儿童墓区 你有没有发现 今年我的暑假不一样的营会 他们特别针对年长的老人院 有没有 有一些服侍 他们到一些安养中心 老人院服侍 青年人跟着去 对不对 所以儿童来支援年长墓区 是不是这样 然后呢 这个青年墓区 有没有去支持 我的暑假 也有没有 有 然后妇女也有支持 儿童的营会 是不是这样 所以青年墓区 在短圈 或是在其他事上 也是去帮助儿童或是其他的墓区 你听我意思 就是我真的非常欣赏 也肯定在今年 其实年长者的墓区 成人的墓区 儿童墓区 青年墓区 是彼此在帮补 很自然的 如果有需要 我们就过去 包括在平溪的施工 也是这样子 是在那个 蛙姨 他们年长者 他们就去 礼拜四 他们也去参与在平溪的 那个一个探访 然后在礼拜六 礼拜二 也青年人去帮忙 总之 我就看到这是一个 不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什么样 顾别人的事 多愿意承担 那个就是在 人和人 墓区跟墓区 就会在一个合一的里面 阿们 那我们下午 我们这个 开放新的这个场地 在新荣路 那边爱灵协会 我们也盼望 那那个场地 可以成为中顺礼 或者说附近 社区的祝福 那个场地 如果需要提供一些服务 能够针对当地的需要 我们盼望是多多的 能够互动 多多的给出去 那其实就是这样 盼望神使用我们所有的 好 那我再提一点 就是因为上面有提到说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 虚浮的荣耀 我自己觉得在80年代以后 教会界的发展呢 神的恩赐 在教会当中是非常的丰富 像神的话 敬拜赞美 推动细胞小组 是不是 那也有医治这方面的服饰 那也有先知性的服饰 像我们同工 现在就在生命推变营 那显出基督的教会 基督的生理 其实是非常丰富 非常多元的 虽然各个教会或是宗派 这个不一样 各有各的强调点 但是呢 我的观念 就是说 只要合乎真理 都很好 我们都要 比如说圣经上 它其实从来没有分 灵恩派跟福音派 圣经中强调 圣灵的恩赐 可以造就教会 是不是 我们要多求 造就教会的恩赐 所以圣灵的恩赐 灵恩 我觉得非常好 我们也要 圣经中也强调 福音很重要 福音的信息 还有神的道 唯独圣经 所以呢 我们当然要重视神的话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我们当然也要重视神的话 这对合义很重要 因为很容易我们 去贴标签说 那你是哪一派 我是哪一派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那这容易 在这个结党上面 容易不知不觉 可能有一些分别 就好像有人问 你是哪一个神学院毕业的 你是灵神 华生 生道还是哪一个神学院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很快那个 你只要一问完 可能就有点 那其实坦白讲 我讲个笑话好了 我要是跟林洋堂 周牧师他们在一起 他们刚开始都以为 我是华生毕业的 然后我跟吴宪章老师 去以色列的时候 要有一个弟兄生病 他会找林洋堂的 带牧师来祷告 所以其实跟你旁边讲 我们都是属基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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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有一个危险 就是很容易会去 可能去做一些 这是不自觉的 可是人就是这样 我们同乡的 还是我们 然后就慢慢 常常会有一个 那真的求成破除我们 可能会有的 这一部分 能够一直思想 我们就是属基督耶稣的 Amen 好 那第二个 我觉得很重要 建立合一的目标跟氛围 好 所以我们来读 一二节好不好 所以在基督里 若有什么劝勉 爱心有什么安慰 圣灵有什么交通 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意念 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好 提到说合一的氛围 合一的氛围 你知道在基督的爱里面 我们去关怀弟兄 主动的去关怀弟兄 或是也许我们对一个在 受伤的姐妹 我们去安慰 就刚刚宇杰提到 他在病房里面 很多不同的教会 或是院方的 其实是跨中派的 就是他们是组成 类似我们这边的死怀者 这个关怀的这样的一个服饰 都非常好 然后有人去服饰 我觉得是非常的很棒 能够用怜悯的心 彼此服饰 这是一个正面合一的团队 正面合一的氛围 我要讲什么是 什么叫做氛围 什么是气氛 我自己觉得气氛或是氛围 就是很自然的 我们这一群人会 很喜欢持续的一直这样做 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 有人生病的时候 弟兄生病的时候 我们当中就很自然的 想要去 愿意去探访他一种氛围 我们常常是称赞别人 我们常尊荣别人 这是一种氛围 因为我们常常困难来的时候 我们祷告 祷告 祷告 我们用祷告 很火热的祷告来寻求 这是不是一种氛围 是一种氛围 每个主日 我们都盼望有人做见证 起来分享 在小组中 都有人起来分享见证 这是不是一个氛围 常常在主日或小组中 都有新朋友来 这也是一个氛围 坦白讲 这就是神同在的氛围 刚才我讲的这些 就因为你知道 这个用一个东西来比喻 因为这个氛围或是气氛 你会觉得很抽象 可是其实你是感觉得到的 所以就会用什么来表达 你知道对以色列人 有一个云柱跟火柱 云柱跟火柱 你是有点抽象 可是其实又有点看得到 他在遮盖我们 他在引导我们 他有他的热跟火 听懂我意思吗 就会用云柱跟火柱 引导以色列人 而且保护他们 事实上我觉得 我们经营一个合一的气氛 合一的氛围是非常重要的 相反来讲 就是我们要防毒一种效 就是可能会在背后 如果是一个批评 抱怨 因为当只要有人 对一个团体 或是一个权柄 抱怨的时候 批评论断的时候 很容易有时候会引起共鸣 就是相同的会聚在一起 另外一边相同的聚在一起 然后就会有一个 一个结党的一个情况 我举个例子来讲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小组 那个小组组长 他就拿了一本书 他就推荐给大家看 说我们来做读书分享 听懂我意思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 那个组长就请大家 轮流来分享那一本书 你看完之后 你的心得 大家轮流分享一下 其中轮到有一个成员 他说 我这本书 我翻开读了几页 我就觉得它没有什么内涵 这不是我要读的那一种 我就随手把它丢在 这个书桌旁边 所以我今天没有办法分享这本 不过我有另外一本 我觉得比较有深度的我可以来分享 你觉得他讲完的时候 大家会 那个现在是什么氛围 那种整个空气都拧结住了 你知道吗 你懂我的意思 他散布一个什么 就是说这个很藐视 就是这没有什么 你听懂我意思吗 他东西散布了很多那种 那种东西在里面 那如果有人也跟着 你知道在这瞬间 就有一个弟兄 他就 刚好 因为他轮到下一个 他就 还化线 很认真的读 所以他就是针对 他那一张一张很细的 他有讲出他里面的 他觉得说很多 感动 你知道那整个就好像 雨过天晴 彩虹又跑出来了 他就开始在分享 他非常兴奋 觉得他有化线 的一些心得 所以你知道 我们随时 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其实都有一个氛围 你相信吗 都在那个当中 我们在经营一种 一种 气氛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话语是很有影响力的 所以 你说 那牧师 你的意思是 我们如果有不同的意见 是都不能表达吗 只能够都乖乖的顺服 其实不是这样的 圣经上告诉我们 你跟一个弟兄 如果有冲突 私底下跟他一对一在的时候 在爱心里面 我们可以去沟通 可以去分享 如果不行再往上 那在整个的这个世上 我们在社会里面 你看这阵子 我们周霸其实也有 刚刚没有报告 我们不是在做一个 这个联署吗 你知道意思 这阵子从9月18之后 跨宗教的一个叫做爱护家庭大联盟 我们针对同性恋 这一方面的一个立法的这个制度 我们有一个论述 然后在当中 现在正在发起百万人的一个连署 那我要表达 当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 和平理性的声音 当我们连署 就是这个论述是我们支持的 事实上这是一个很好的表达 你听懂我意思 就是因为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整个来呈现 开记者会 你看我们每一年5月 不是都有一个叫做 515家庭益走 有没有 我们就是去 有时候在中正健康 有时候在不同地方 我们会用老老少少 很健康的方式 我们表达正面的 尊重家庭夫妻关心的一个议题 那事实上我要表达说 是可以有不同的声音 是可以这样的表达 但是我们要留意我们带来的一个 是怎样的氛围 好 那因为在地上 神都有设立他的权柄 每个地方 神都有设立他的权柄 圣地的次序 并不是因为这个权柄比我好 或是他的年纪比我大 还是他比较高干 他比较聪明 比我完全 所以我才顺服他 我要听他 不 是因为上帝设立 上帝设立就应该要学习顺服 好 那我特别再提第二节 提到说 就应当有同样的思想 同样的爱心 要心智相同 思想一致 使我的喜乐满足 第二节我刚刚念的是一个新译本的读法 其实在NIV还特别讲到说 要在一个相同的目标上 就是要整个团队要走在一个同样的目的地 这对一个团队也很重要 我们会看那个球赛 NBA篮球赛 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会去看 你也知道每一个队员他有不同的恩赐 不同的特色长才 可是整体的这个球队重点就是怎么样 要打赢球 就是要得高分 并不是在乎谁 这个特别谁抢眼或什么 就是整体来讲 就是最后要打到最后总冠军 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那策略就交给教练 那整个团队就是在这个目标里面运行 那不能够太多有个人的这个英雄主义 那这当中 求神帮助我们 在整个教会里面呢 事实上也是在需要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整体的目标 那事实上在木扎林阳堂每一年呢 如果你看我们都有定一个年度的目标 还有一些比较细的策略要做的事情 比如说 今年我们还是有推动教会圣经速读 对不对 我们教会圣经速读 我们盼望能够再把它读完 再把它读完 那前一段时间 我们有21天的排班的 就是说一个连锁的一个进祷 进食祷告 那我们盼望能够为915的洗礼 和这两天的生命退院营 守望祷告 感谢主 我觉得这一次 大家更多的同心祷告之后 你看这一次的生命退遍营 就参加了将近50位寒童工 一开始我们看好像11个 没有太多 那现在是有37位是学员 其中完全还没有接触福音的 福音朋友就7个人去参加 那我觉得很感恩 那因为这背后大家用祷告去托住 所以呢 当我们看到有这样的活动 或是教会在推动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跟我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牧师在讲的时候 不要觉得说 这个是反正我参加过了 所以我就不用特别在乎 那在小组当中的时候 每一次神的那张教材 不是有一个神的功 就是加速 加速跟出发 有没有 我们教会都会写一些 一些重要的事情 写在上面 那我们不要觉得说 这个反正就自己看就好了 我们在小组中 我们不要觉得说 这就自己看 其实呢 那些都是教会 现在目前正在推动的事情 或是整体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们在小组中 很热情的推动 不要觉得说跟我没有关系 我们就不鼓励 不报告 我们要参与 那你说牧师 如果我们没有第一线去 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祷告 是不是 那我昨天因为早上去 我就看到说 其实在天父的爱这一堂里面 其实有好多人就经历到圣灵 触摸他们的心 在神面前哭泣 那其中第二堂又有 因为是讲十价救恩 所以有三个人就举手要决志 因为我刚刚说本来有七个人 是完全没有那个 所以我觉得 其实祷告拖住很重要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有一分钟 就来问 因为现在他们还在营会当中 好不好 我们这时候 我们就同声 同心来为生命蜕变营 在天母的营会 我们来拖住 愿神的灵 继续来触摸 每一个参加的学员 思想被坚定 情感被医治 整个人在神面前被翻转 经历神的道工作在当中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有一分钟来祷告 哈利路亚 主事的主我们感谢你 哈利路亚 主事的主我们赞美你 赞美你 赞美你 哈利路亚 主事的主啊 全你来怜悯 正在天母 大家以会的 主啊 主事的 你来兼顾每一个 每一个正在你参加的 主啊你自己怜悯他们 向他们的心说话 主啊你来兼顾他们 主啊赞美你 哈利路亚 主啊 让他们的里头 主啊 都会是有一些残杂的 在里面完全的交出来 让你自己自由的运行 你圣洁的生命充满他们 或使他们在当中来经历你自己 主事的 今天早上让他们也奔向表达 再为自己活 他们为新的人生而活 主啊你要使他们能够走在一个 新的道路里面 主啊是一个在你里面 蛮有荒荒的道路 主你来在早上这一段时间 让他们重视你的话语 重视在你话语中的潮流 是的 我们交在你面前 谢谢主 赞美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事的主赞美你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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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 我们再次的把 正在天母参加赢会的 弟兄姐妹 共心的交在你手中 你爱每一个 你为他们定时之家 早晨 愿你亲自再一次的 向他们每一刻心说话 因为唯独你的话 要使他们愿意走在 你所定义的道路当中 让他们真是听见你的话 就喜乐的跟随 主啊 主啊 当中若有一些关系 需要修复的 主啊 有一些在沮丧当中 没有找到一个人生目标 求主就在早上 赐给他们人生的异象 是他们知道 不停留在过去的伤害里面 他们的一生 要用这精力来荣耀神 一生是要奔跑在 这个异象当中来 事奉神 成为别人的祝福 求主你继续感动 每一个人在不同层面 你来装备他们 谢谢主 我们在背后的带导 相信主你的垂听 主啊 我们是一个身体 要在整个的一个肢体上 我们要一起看见你的荣耀 感谢主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所以每一个活动 每一个推动的事情 跟你我有没有关系 都有关系 都很重要 我们都用祷告拖住 你知道上个礼拜天 我在那个小组吃饭的时候 跟那个小明姐的先生 就是包将军聊天 他说到有一次他去龟山岛 然后两个人搭一个小 做这个滑奖的小船 就碰到 看到前面有龟壳花 跟雨伞结 哇 毒蛇 那他的那个同袍 不紧张很镇定 但是呢他很紧张 就一直滑 拼命滑 拼命滑 但是一个滑 一个不滑会怎么样 不是不是 就原地打转 不久又看到蛇了 就这样烙了 然后他不怕 另外一个很紧张 赶快滑 要滑一圈之后又 走又看到蛇了 这叫做 如果有人动有人不动 会怎么样 原地打转 就原地打转 所以如果我们25个小组 我们假设我们有一个目标 有5个小组很积极的 一直推动 这个我听严云传道说 他们牧区这次有20个人参加 参加这次的营会 所以他们非常积极的在这个当中 那如果有20个小组 完全没有感觉 那我们教会就原地打转 因为力量无法集中出来 听懂我意思吗 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在每一个目标上 至少我们用祷告 都能够拖住在这其中 使我们的教会更能发挥影响力 在这个地区 好 那我们年底会出一本小组长手册 每一个人来到穆扎林良堂 我们清楚我们的意象 还有一些核心价值 当我们遇到一些 这个洗礼 商礼 或是婚礼 圣餐礼的一些原则 还有在教会的一个装备 一个系统 求神都帮助我们 那事实上我曾经看过 在韩国的一个系统 韩国教会他们有一个装备系统 叫做双翼 如果有人听过 他们在教会里面 会贴了很多长长的布条 就是垂下来的一种布条 其中他们有几个布条是这样写 说一样的话有一样的心 有一样的意 结一样的果 你听懂意思吗 说一样的话有一样的心 有一样的意 结一样的果 会结出一样的果 事实上这个标语 它垂在那里 就是 我看就是菲利比书第二章 第一节告诉我们的事情 只是用一个比较白话的方式 要求神帮助我们 最后我们来读五到八节好吗 好来 五到八节 请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前面第一节有提到说 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 爱心有什么安慰 圣灵有什么交通 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 如果我们看他的原文 我们知道 那个劝勉是因为跟基督 跟基督一个合一的当中 他在跟基督合一中 带出了一个劝勉 从基督在合一当中 带出了一个爱 因为跟圣灵很亲密的关系中 他有感动要去怜悯人 服侍人 我要表示的就是说 真正我们团队合一的关键是 我们个人先跟神合一 就是说我们要先跟基督 跟圣灵跟天 我们先跟神有亲密的关系 先跟神合一之后 我们有能力在我们的团队当中 来合一 所以夫妻之间的合一 同工之间的合一 这个当中的关键 成功的关键就是 先我们愿意在神面前被破碎 与神合一 当我们彼此转向 有时候当我们背向 我们跟我们的另外一半 背向的时候 就是在冷战 所以第一个要合一 要先什么 先转向 先转向 但是这还没有合一 再来什么 靠近 走过去 靠近 第三个是亲密 靠近之后 你还要在这个互动当中 跟他亲密 可是你觉得很难 很困难 那你应该要先转向神 如果三一神在后面 你个别先转向神 然后也靠近神 跟他祷告 也跟神亲密的时候 上帝会有你能力 去跟你的伙伴 去转向 去靠近 去亲密 听懂我意思吗 所以 我们要回到 以耶稣基督的心 以他的生命当中去操练 求神帮助我们 那耶稣本身呢 他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 他取了奴仆的形象 那事上呢 他放下了 放下了很多东西 耶稣他放下了他自己的意见 他可能放下了他地位跟能力 他也为了合一放下了面子 他放下了 甚至最后是连他的生命 是不是都舍在十字架上 连他自己的生命都舍了 除非我们也都能够效法耶稣的生命 这样去做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关系中学习合一 那我自己觉得比较实际是说 我们有时候的意见 可以不坚持己见 在团内中 可以不坚持己见 不坚持己见 所以当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愿意去俯伏 去照着其他人的意见走 我想时间的关系 我不举太多的例子 我最后讲一个小故事 有一次呢 有一个讲员 他到北美去服事 他到了当地的时候呢 有一位一对长老夫妻来接机 那本来这个讲员 他想要住在hotel 他觉得比较轻松之在 就住在一个旅馆就好 可是这对长老夫妻呢 非常热忱 他就是招呼他说 你一定要住在我们家 我要招待你这段服事的期间 在他们家 那因为盛情难缺 这个讲员就说 好 那我就住在长老夫妻的家 可是后来发现那一段时间 长老夫妻他们两个吵架 争执的还蛮严重 他很为难为什么 有时候我要去帮他好 还是怎么样 还是去站在他这边 都难为啦 你要去帮哪一边你都难为 可是我住在这个家 却看到他们两个在争执跟吵架 他最后就是觉得很尴尬 后来就还是坚持说 我还是去住旅馆比较好 我还是去住外面 我自己住一个旅馆 比较你我还要服事 那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 我们的意象 第一个就是荣耀神的同在 我们渴望在我们的团队 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第一个最重要的追求就是 神与我们同在 可是如果我们吵架 其实上帝很不想很尴尬 很为难 不想住在我们当中 所以上帝会离开 听懂意思吗 就是当我们合一走在一起的时候 这是一个合一的教会 这是一个合一的墓区 合一的小组的时候 神的同在大大的会彰显在这个地方 而且会得到合一的权柄 有能力来影响那个地方 可是相对的如果内部的纷争 或是一个意见的冲突 上帝的同在就没有办法 一直我用这样的 希望你能够明白 这是我们一起要往前走的方向 愿神帮助我们在十字架上 看见耶稣他的一个舍命的爱 我们可以跟随他 待会我们会领圣餐 帮我们一起在这样的一个当中 去体会 因着这样的一个爱 我们可以往前走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十字架的爱 帮我们更多去思想 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 我们可以跟我们不同个性的人 走在一起 我们可以愿意跟他们站立在一个目标上 千倍的君王 荣耀的君王 你甘心卑微顺服 生命战事加上 千倍的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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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压的君王 荣耀的君王 我的一致 以你变傻 不自然天我不自然 我心甘了 释迦的爱 何等纸妙 朝乎我说就说想 心经我醉 脱离无悔 传上奉仪 结伴衣裳 释迦的爱 何等纸妙 我生命 重置不再一样 爱我重回 天不怀疤 在永恒里 我不停车伤 释迦的爱 好不好 这次我们都一起站立起来 我们再唱一次 天悲的君王 荣耀的君王 你甘心 卑微顺服 天悲的君王 荣耀的君王 天悲的君王 荣耀的君王 天悲的君王 荣耀的君王 世家的爱 何等纸妙 朝乎我说就说想 其境我醉 脱离无悔 天悲的君王 荣耀的君王 天悲的君王 荣耀的君王 天悲的君王 荣耀的君王 我生命 重置不再一样 带我重回 绝不怀抱 在永恒里我不停的笑 释迦的爱 耶稣 愿祢常常打开我们的眼睛 看见祢为我们钉在施架上 为祢叫我们两下合而为一 若不是祢先为我们摆上 先为我们剥开 我们仍然在黑暗中打滚 主啊 给我们一个心志 祢的爱要使我们活了 不再为自己活 祢的爱要激励我们 只有一个目标 要为主而活 主啊 愿意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使我们学习 更向祢的谦卑的生命 来服侍祢所良给我们的团队 我们的邻居 我们的同事 主啊 祢把这样的爱制作在我们里面 好叫祢的名 因着我们彼此相爱 祢的名被高举的荣耀 谢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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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